香港影視娛樂博覽今年踏入第20年 身為大使的黎明 當然有出席啟動儀式 不過Leon貫徹一貫作風 只是上台分享了幾句 並未有接受訪問 其實香港在每個階段的娛樂作品都不同 當然大家經歷過這20年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挑戰大家經歷了 有很多不同的經驗也都吸收了 相信在這個這麼好的基礎裡面 一定有很多不同的創作會重新再浮現一些新的作品 這次大家都很開心一起慶祝這個20周年 你會怎樣去呼籲大家去支持我們今次的影視娛樂博覽呢 不看著香港的娛樂博覽裡面一起成長 裡面可能找到一些自己做得對的東西 或者做得不夠充足的東西 可以繼續向前邁進一起看著我們的成長 一如以往 影視博覽又是各大電影公司晒冷的時候 林建岳的娛樂公司就公佈 將會和多位導演合作 包括卓逆謙、馮志強、李光耀等 而由莊晴、葉偉信監製、鄭寶瑞執導 以九龍城寨為故事背景的電影團隊 亦齊齊亮相 古生你今次的角色叫做龍卷風 它有甚麼特別 你為甚麼準備這個角色呢 我是不是看那些新聞報道 天理報道 看看龍卷風在哪裏 對,我準備看了 所以這個角色是比較喜歡 說爛隙的角色 對,你中了 你中了 你中了 因為我以前都是看漫畫 還有很多九龍城寨的傳說 所以這次有機會可以一起跑 我覺得非常之榮幸 我這套戲裡面的角色叫做陳樂軍 其實是一個算是沒有跟的人 一個很歸屬的一個人 一落爛 不打不撞就去到九龍城寨這個地方 遇到各式各類的人 在這個經歷中 慢慢對這個地方產生了感情 參演這套戲的還有劉俊軒 胡子彤 張文傑 幾位都說很榮幸 可以和一班前輩合作 阿峰另外亦和蛇絲曼 黃浩賢 余安安 許紹鴻 樂子逸 梁正琦 黃敏 陳正等 合作拍攝口碑非常好的 《家族榮耀》系列第二輯 再和阿蛇做一對 阿峰也很開心 感受是很舒服 我覺得 其實這次和阿蛇 應該是第六次演情侶 這次有很多 合作很多次的老拍檔 有些認識了很久 但第一次合作的阿智日 希望這次可以產生 更多不同的播放給大家看 說起拍攝這套劇 阿峰和安安姐都說特別難忘 事關可以和一班拍檔長時間相處 非常難得 藉著這套劇 我們可以整班香港演員 一起幾個月 不是拍完戲 大家就回家 因為大家都在住 一間酒店 一起幾個月 所以感覺非常良好 我們一收工 很多時候都不捨得走 可能等誰過 然後一起約去吃飯 放假的時候 會約去看電影 逛街 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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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